中国田径大爆发 爱丽希尔暴力跑法再破纪录 携手李一钦 包篮灌亚 北京时间4月26日凌晨 还是在阿联酋一败进行的 2024亚洲青年田径锦标赛上 中国选手几乎垄断了400米 强势包篮冠军亚军 本次比赛 中国人在400米领域闪耀亚洲 夺冠热门是17岁新疆小飞人爱丽希尔 两次打破室内400米全国纪录 很多人期待他再次打破室外400米全国纪录 还有一位种子选手 他就是中国广东选手李一钦 爱丽希尔在预赛大幅度放水 最终还是跑出了47秒43 小组第一 来到400米决赛 爱丽希尔位于第五跑道 李一钦则是位于第四跑道 随着发令枪响比赛开始 爱丽希尔出发迅速 最开始的100米就是狂飙状态 但是由于出发位置不一样 此时还看不出差距 但是当比赛来到第二个200米就变了 爱丽希尔恐怖的加速能力 直接生吃了第七道的日本选手 出发位置带来的差距也阻止不了 从弯道下来的爱丽希尔就展现出恐怖实力 直接拉开了其他选手四五米远 长腿一脉就是冲击全国记录 此时比赛现场只有一个人跟得住 他就是中国人李一钦 他跟住了完全爆发的爱丽希尔 爱丽希尔顿层领跑再度加速 最终跑出了45秒52绝佳好成绩 打破了郭忠泽保持的45秒66的全国青年记录 爱丽跑完之后摇了摇头 因为未来还有中国男子400米记录 郭忠泽保持的45秒14在等着他 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 达标成绩为45秒00 爱丽希尔达标奥运的可能很大 亚军还是我们的中国人 是跟得住爱丽的李一钦 在这一天的体育广场上 一个项目响起两次中国国歌 中国田径这一天大爆发 视频到此就结束 有喜欢田径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这对我真的真的很重要 咱们下期再见